大家好 又是立正学投资的时间 我们今次邀请到Mirai Global X的Elaine 和我们去讲解一些公司所发的新产品 欢迎你Elaine 多谢你Alton 我知道Mirai Global X除了有3110是港股的高股式ETF之外 近期推出了3116的亚太高股式ETF 可否给我们知道更多资料呢 当然没问题 多谢你请我来 美国联储局加息和通胀高的问题 我想大家每天都看到新闻 市场亦有这么大的不稳定性 其实很多投资者现在都想找一些高息的产品 防守性高一点 刚才你提到的3110是一个专注在港股的高股息ETF 所以今次我们将港股扩大到亚太区的股票 退出了3116的Global X亚太区高股息率ETF 给投资者多一个选择 而且我们看回亚洲在过去的10年 很多优质的公司创造现金能力都强了很多 而且倾向派息 我们看回它相对欧美市场的股票 亚洲的股息率是比较高的 亦为何我们会推出这一只ETF 明白 在这高股息ETF 比如派息的频率 或者追踪指数的收益率又是怎样的 这也是很多投资者关注的问题 3116的ETF就是追踪selective 亚太区高股息率指数也是一个被动的投资ETF 派息率在6月份的数据去看大概去到8厘左右 所以都高于恒生指数的3厘 即恒生指数的高股息率大概是3厘左右 亦都高于香港人很认识的租金收益率 现在都是2.4-2.5%左右 所以8厘来说都是一个既吸引 还有这个ETF我们是期望每季派息的做到3690县 对于一些日常现金 即有现金流需求的投资者 有些现金开支都可以考虑一下 明白 很多投资者都很聪明 都会说会不会高派息 但是会不会是赚了息 但是输了价呢 这个都是很多人问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推出这个ETF之前 也做了一些回测 我们去看看这个亚太区高股息率的指数的表现 我们发现其实在过去那五年到2017年 其实都有几次一些小的加成周期 都看到这个指数或者这个策略可以跑赢大市 跑赢了MSCI亚太区指数 以及美国10年的负债券指数 累计回报都去到7.3% 所以投资者都可以不用太担心 明白 那我再问深刻一点 这只ETF当然是追踪一个 刚才你所说的 Selective的亚太区高股息的指数 可否给我们知道多一点指数的组成 选股等等的资料 当然可以 这个指数就是 起点就是一些比较成熟 以及派息比较稳定的市场 就由七个市场做起点 包括澳楼、日韩、香港、台湾、新加坡 然后在这些国家里面的股票 我们会用它的预计12个月派息率 或者预计12个月的股息率 去做由高至低的排名 但是股息率超过20%的那些 我们就会撇除 因为都觉得比较不真实 然后将最高预计派息率的40个股票 就选了出来做成分股 而且这个指数是一个叫等权重的指数 在rebalancing day 即是在调仓那天 每只股票的权重就会是2.5% 还有一个35%的capping 一个上限在行业和市场那里 就令到ETF的基金分布比较均衡 比较大比较习惯 不要太过集中在某个市场 这里让我复权一下 也有很多资料 是等权的指数 因为是40个 所以每个在调整的季度 调整比率的时候 每个都是2.5% 还有一个叫cap 即是每一个行业 不可以多过35% 每一个地区也不可以多过35% 我都学到东西 我想问一问 也是一个挺重要的问题 例如是316的管理费 比如说最大的持仓 还有其实是什么行业来的呢 316里面我们看到比较多的是澳洲和台湾的股票 而权重来说澳洲是28% 台湾的股票占了34%左右 我想这个很大 因为澳洲其实很依赖煤炭这个市场 而受惠于能源价格上升 今年的煤炭股或者能源股的财政和派息方面都做得比较好 所以我们看到316的持仓 头三大都是澳洲的股票 包括了White Heaven Co-Mining New Hope Corporate 以及Woodside Energy Companies 都是一些能源相关的股票 里面还有一些台湾的科技股 例如广达电脑 以及一些日本的股票 像Konica 双船三井 一些海运公司 派息都不错 包在里面 Konica应该是拍照相机的 商业科技股 商业科技股 好 谢谢Elaine 我最后跟大家讲一讲 这款ETF是Mirai Global X的316 9月初股价大概是$55港币一股 一手是$50 所以最低入场费大概是$2600港元 大家也记住 所有的投资 无论股票 ETF也好 都是有风险的 大家做投资决定的时候 就要自己小心一点 今天感谢耳兵 谢谢阿晨 那你会继续的 hoped 你不得给你 请订阅一下 这一条 妙面 你不得给你